今年的汉光40号演习电脑兵推将在这个月19号正式展开 而面对中国共军动作频频 更不断征用民间度货轮来协助战场运输演训 另外也担忧中方民用船只成为我国遭进犯破口 要求新增汉光演训科目纳入反制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态就是必然 会因应敌行变化进行安排 一辆辆军用卡车开上大型渡轮 但仔细一看这渡轮外观却和一般民间船只没有两样 中国共军近年来更频繁调度民用船只协助演训 战场运输 就怕渡轮成为我国遭进犯破口 立委也高度关注 那一台上面直接装甲车人员就上去了 长得像民间的船 他没动手你还不能先动他 我们在汉光里面有没有把这个放到我们设想的状况里面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 因为任何一个敌情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要设想定的一个依据 要求新增汉光延续坑部 避免共军将人员和战车送上货轮解死攻台 毕竟过去国防部的报告中就曾提及 光是一艘中国货轮就可装载150辆汽车和超过600人 不得不小心防范敌军暗藏武装部队突袭我方港口 总共大概将近70艘 那么在战时他就被征用用来协助战运解放军 搭配所谓的战区的就是合成两栖营 或者是两栖合成旅来进行这种协助陆战队的登陆作战 不仅因敌军武力积极备战 对内民防物力动员也不可少 军防今年更有计划扩大自强演习相簿 新则暗摊也占实地凶狐作业 血液调度以及医疗物资救助机制 血液的征集或人造血液的库存就是非常重要 相关演练 如此可以让国家面对各式紧急事态的时候 可以有更高的一个生存性 全面模拟后备救援不计 就判断再提升我国军力和战时应处作为 解餐出林比州台北报道